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亿儿媳许子齐与林建月爱女林田二稳战C位 拼命嫁入豪门的李嘉欣只能勉强站在边缘 到画面中唯独少了货家儿媳郭晶晶 要知道当天郭晶晶不仅去了 手上还带着鸽子弹般的红宝石明显精心打扮过 此事一出郭晶晶遭港圈贵妇排挤的消息迅速登上各大头条 毕竟她的原生家庭的确不如明媛太太阔气 父亲在铁路局工作 母亲也只是胶片厂工人 在小康家庭出生的郭晶晶习惯于朴素 而当天在一众披金带银的贵妇中 郭晶晶的穿着的确不够珠光宝气 身上的红裙还是先前出席活动时穿过的旧款 不过郭晶晶在合照中出尽于否 估计取决于她愿不愿意 先不说货家本身就是为国家做过重大贡献的豪门 在两岸地位都是屈指可数 郭晶晶本人更是足够吊达靠家族事业庇护的扩胎 单一个奥运冠军的头衔 就是胭脂俗粉承受不起的高貌 对于外界盛传的排挤传闻 郭晶晶更是不屑解释 不过货家的态度却早已为她撑腰 相比之下为赌王担下长孙的西梦瑶 哪怕冒着挤住错位的风险拼下二胎 至今都没等到一场被认可的婚礼 在梁安琪放言要西梦瑶生下一支足球队时 郭晶晶的婆婆朱玲玲给足她空间 小叔子霍启山还曾直言大嫂郭晶晶是理想型 公公霍震亭更是将郭晶晶当作女儿疼爱 不仅在小两口结婚当天感谢郭晶晶下嫁 每次出席活动时更是主动将西位让给儿媳 就连作为爷爷的她去看望孙子时 都要提前取得郭晶晶的同意 一次访谈中记者问 你怎么评价儿媳郭晶晶 霍振亭她的温柔都是给外人看的 在家里她不会让着我 一点也不给面子 记者不解问道 为什么这样说 霍振亭讲了一个事情 依次她去儿子家想带孙子出去玩玩 郭晶晶没让 必须要求写完作业才能出去 她觉得郭晶晶教育孩子太严格了 要给孩子玩耍的空间 而郭晶晶也有理 这个时候孩子就应该好好读书 要立好规矩 养成好的习惯 即使是爷爷来了 也不能打破规矩 霍振亭只能在旁边等 虽然这样夸张说 也能看出霍振亭对郭晶晶的认可 另类的再夸奖吧 就在郭晶晶被贵妇排挤的传闻 愈演愈烈时 霍振亭更是亲自赶来撑腰 郭晶晶受邀出席香港书展时 霍家人一同陪伴她出席 其中默默照顾孙子孙女的霍振亭 慈眉善目 简直实力打脸生下孩子 还得不到豪门认可的贵妇 不过郭晶晶被排斥是假 她的节俭却是真 头戴三块钱头绳 手提过气翻不包 就连孩子的衣服也是打折路边摊 虽然郭晶晶举手投足 并不缺乏贵气 爱调室的港媒 却抨击她像大妈 不过他们却忽略 郭晶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毕竟她的主战场是体育乐 以及家族慈善活动 霍启刚爷爷霍英东先生 为中国体育事业立下汉马功劳 而继承老爷子事业的霍启刚 如今更是气商从政 毫无悬念当上港鞋的奥委会副会长 郭晶晶奥运冠军的身份 无疑就是霍启刚最大的底牌 其实郭晶晶本质上 就不属于混迹豪门的阔态 而是有事业有目标的独立女性 嫁给霍启刚不是攀上豪门 而是锦上添花 这也注定就算她再低调 也有阔态门削尖脑袋 得不到的曝光度 为维护好霍家体面 郭晶晶时时刻刻 都照顾着霍家的发展与名望 疫情严峻时 郭晶晶不顾形象赶赴一线 帮忙包装口罩 以及防护服等多种物资 夫妻二人的捐款 金额更是高达七千万 甚至还会亲自上街 给流浪汉派发盒饭 在霍英灯原配夫人 李愿妮的葬礼上 郭晶晶更是发挥长枣风范 2020年 霍英灯原配妻子李愿妮去世 但许是悲伤过度 再加上葬礼操持的事过多 当霍家众人从灵堂走出来时 霍启山和弟弟霍启人 居然忘记小辈身份 站在了比父亲霍振婷 还高的台阶上 一旁的郭晶晶看到后 赶紧用眼神提醒兄弟俩 走下台阶 受到暗示后 两个人也立马照做 毕竟在霍家这种豪门望族中 一举一动都受外人注视 调研厅外长长枪短炮 只为抓拍摧毁他们的镜头 一言一行更会被媒体放大 好在郭晶晶及时救场 才保住霍家体面 而如此贤惠精明的郭晶晶 自嫁入豪门就受尽宠爱 在郭晶晶与霍启刚的婚礼上 霍振婷就明确表示 郭晶晶是下家霍家 而他之所以会给如此高的评价 自然因为霍晶晶跳水皇后的身份 他现役期间一共获得 31次冠军 6枚奥运会金牌 能够获得如此傲人的成绩 郭晶晶自然付出了常人 无法想象的努力 他每天都会比其他选手 多训练几个小时 然而跳水的水池中 有大量消毒药剂 整日泡在水中 让郭晶晶年纪轻轻 就早生滑发 而跳水对于眼睛的冲击力 也非常大 郭晶晶不仅视网膜脱落 甚至一度失明 好在他的身边 一直有霍启刚的不离不弃 而郭晶晶的出现 也让霍家重新和内地的体育事业 联系起来 郭晶晶作为世界冠军 不仅没有架子 反而有着天生的亲和力 他良好的形象 为霍家举办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没有带来金钱上的支撑 但郭晶晶身上却有着比金钱更加可贵的财富 正因如此 霍振婷才在郭晶晶和霍启刚的婚礼上 公然称自己儿媳为下嫁 而这场婚礼的豪华程度 丝毫不输任何一把世界婚礼 嫁进豪门后 郭晶晶的日常依旧十分接地气 这并不是他在故意立人设 要知道婚后郭晶晶连生三子 霍振婷大手一挥 奖励他十几亿的豪宅 外加三个孩子 价值八位数的成长基金 婆婆朱玲玲 更是当即送上七位数的手表 但对于运动员出生的郭晶晶来说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当年霍家陷入财产之争 撕破脸面时 郭晶晶带着丈夫和儿子 搬出霍家祖宅 夫妻二人亲自上阵 甚至连搬家公司都没叫 霍启刚独自一人 扛着蛇皮带来回奔波 在香港豪门争破头 将孩子送进精英教育的大门时 郭晶晶却带着儿子去往农村 让他感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他的节俭同样带动霍启刚 之前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 如今连不同摊位菜价 都烂熟于心 显然真诚的郭晶晶与霍启刚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闷当户对 爱吃饺子拍黄果的郭晶晶 凭什么拿捏住无数女孩 趋之若鹜的霍启刚 两人参加节目时 偶尔爆发的争吵 看起来都像是在互相撒娇 无奈认输的霍启刚 就差把宠溺两个字写脸上 平日更是以郭晶晶的命令为准 甚至在被迫吞下芥末时也毫不反抗 被郭晶晶节俭生活洗脑的霍启刚 就连坐出租车都要为跳动数字的计价器 而心痛 如今幸福美满的两人 当初曝光恋情时 媒体以及大众并不看好 但事实证明 群众的眼光也有走眼的时候 这也让郭晶晶被名媛圈排挤的传言 彻底沦为笑话 而郭晶晶与牵翼儿媳徐子齐的双标待遇 更是暴露霍家无人感动的地位 同样被邀请去香港大学演讲 郭晶晶占西位霸气演讲 而牵翼儿媳徐子齐只能沦落成为花瓶 之前郭晶晶受邀参加香港理工大学的演讲 虽然没有丈夫霍启刚陪伴 但也照样赢得满堂喝彩 而在郭晶晶之前 同为牵翼儿媳的徐子齐 也曾受邀前往香港理工大学 但与校方特意邀请郭晶晶不同 徐子齐的到来 是因为其丈夫为学校捐了一栋 1.5亿的大楼 香港理工大学特意请来二人参加新楼的开建仪式 而作为妻子的徐子齐 在其中充当的角色 最多就是为丈夫陪陈的花瓶 两人不仅受邀身份不一样 就连日常生活的本质也有着天壤之别 徐子齐如今的成就 以及地位全都来自于夫家 而郭晶晶不仅不是攀附丈夫的脱油瓶 反而靠自己打拼出一番事业 不仅有跳水皇后光环加深 甚至还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担任跳水比赛评委 每年的代言 以及其他事业收入就高达八位数 可以说郭晶晶不是嫁入豪门 而是他本身就是豪门 所以对于明媛们对他的态度 郭晶晶毫不在意 因为霍家的态度早就为他说明一切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